蓝白就是陷入这样那种迷思 到底这个所谓的历史罪人重要吗 现在台湾的民众是要投 能够领导台湾在下一步 要走向哪个方向的一个 重要的选战 而不是在讨论谁是不是罪人 一串先生我们看到 柯文哲特别提到 签那个联合政府是有问题 是期约会选 所以这种密室协商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 违反选霸法问题 对 没有错 我们的这个总统副总统的 选举的规定里头 就有是候选人 跟有候选人资格的 都会被规范 所以现在包括连郭台铭 都被规范了 因为他已经取得候选人的 这个资格 只是他还没去登记而已 所以这几个都被规范 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彼此瞧完之后 有人退选 私底下瞧我们还看不到 假设柯跟郭 他们私底下聊天聊一聊之后 郭台铭说因个人生还规范 退出总统大选 那也没问题了 我就没要算了 我也没答应柯什么 好 那郭 郭如果没选没事 可是如果现在柯文哲不选就有事 因为北朝二十三 而且柯文哲 假老写的那个第六点 就成为犯罪事实 第六点他写什么 他写说我要负责什么样的 什么部会 什么 就写得非常的明确 政治分赞 那就是资源的资源 台中以前有一个叫做和平区 和平区的区长 后来被判警是什么呢 他就在选举的过程中 答应了某一个人 说如果你们家族的票 都打我 你任何就做我的秘书 我公所的秘书 结果后来那个人 真的当了公所秘书 后来现在这个区长被召去管 这就是契约嘛 不一定是现金 而是相对等的 对价的这样的关系 那职位也是对价嘛 所以柯文哲自己 去弄了那个第六点 针对这个 现在这样吵着 我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马英九人 马英九不是见证人吗 对 见证人不是他坐在那里 要看要听吗 犯罪的见证人吗 他要看要听嘛 所以有诺音没有 那个人有说三八六八没有 马英九知道啊 马英九不是见证人 不然你一台唱的啦 见证人不就是出了 这的时候你要出来 帮忙跟他讲说 东西关心三十 马英九现在人呢 现在人呢 闭上了 闹不好 你也要出去闹一刀啊 不然你到底在闹会大 然后现在两边在吵架 你的位置那么高 马前总统呢 你也出来说一下 说到底有这些事情吗 你说有没有录音 也许那四个人的没有录 可是后来在谈民调 那个时候有录嘛 现在都正式谈民调了 所以两刀的东西 南南就会说 说有录音没录音 大家说的时候都说 不去用歌 为什么 因为我说的是 后面那个我没说头前那个 头前那个有录不录 所以现在大家改来改去 那我问你嘛 柯文哲当时为什么要签下去嘛 就是跟民意主的说的同样嘛 他就是想要下车 而且他强调一件事情 今天黄山山也有讲 他要一个用科学方法 来决定嘛 白话文就是用科学方法来下车嘛 用科学方法来下车 只要这个方法是科学的方法 叫我柯文哲下车 我就下车啊 我就不要选了 我就当副总统 哇 问题这样的决定 就在 我再重回一遍 就在陈志涵本来走进去 要跟大家讲说 那里面那六点有问题 其中的第几点 关于那个民调的方法的时候 陈志涵要补充的时候 被朱立伦制止 关键在这里 如果当时继续谈下去 谈到里面的细节 那个怎么做调查 那个怎么做调查 如果都成为 那一个协议的附件 今天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朱立伦把这事情挡下来 为什么 因为再谈下去就会破局 再谈下去 那四个就没办法签了 所以他们就先谈了一个原则 细节不谈 就会导致今天的这一个后果 第二个破局的关键是 关制于那一天 那一天凌晨 如果关制于都不回报 关制于就签下去了 这场柯文哲就安全下课了 我在讲没有 柯文哲就安全下课了 可是关制于 一定是要去签 要去开会之前 黄珊珊一定要叫他回报 所以一回报 黄珊珊说不能签 而且叫柯文哲 不准接电话 如果关制于直接打给柯文哲 说我可以签 柯文哲会说我签 赶快签赶快签 因为我要下车了 结果那通电话 柯文哲没有接 反而是黄珊珊阻止了关制于 如果当时关制于签了 就没有后面的事了 关制于也同意 那一个科学方法 让柯文哲下车 所以这里头很多的这种程序 弄到最后的结果 就导致这样 我再讲一下 那个赖佩霞领表 那个领表只是一个烟雾蛋 烟雾蛋 只是一个烟雾蛋 就是说他继续维持跟柯 有可能合作的一个空间 也跟国民党说 说你如果不跟柯文做合作 我跟你说 我这里也有可能跟柯文做合作 我这里也有可能去算 所以现在主控权 全部又回到郭台铭手上 早上说郭柯又有见面 郭台铭他有10% 我问你 郭台铭有10% 其实他不选 他公开的说 这一次 对这一次我没有要选了 但是我支持柯文哲 我支持柯文哲 而且但是我没有协议 我没有协议 我就完全支持柯文哲 无条件支持柯文哲 我郭台铭不会去中华民国政府 任何一个职务 那就没有契约了 那就没有契约 这句话讲完柯文哲就上来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弹性 他去领这个表 其实对整个柯正宁来说 又多了一个 这一个可能的空间 所以情势的变化 在这一两天恐怕会越来越复杂 但是也越来越明确 是